大家好,我是孫敏喜,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四个字, 暗藏杀机 先讲讲港股情况, 今天港股大致上牛皮 波幅曾经接近300点 最后全日是小升, 小升36点, 收28,221点 成交少了, 只剩648亿, 比昨天800亿 明显大幅萎缩 今天市能够回升, 内险内银也几公 当然不是每一只升, 是个别的内银内险 包括内银来计是建设银行, 升0.9%, 平保也有升幅 只不过地产股普遍偏远, 大多跌1%或以上 包括这只, 新地跌1.7% 上升轨跌50,000线失守埋, 走势比较弱 令市场升幅不能扩大 整个市场的形势, 今天市场刚才提到 波幅不算大, 300点左右 升幅更加少, 只有36点, 成交又不振, 700亿都不够 看下方向不太明显 不过, 看回外围情况, 可以用点提的几个字来概括 就是暗床杀机, 外围其实有些暗庸, 以至杀机在 第一方面, 首先要讲一下利率的情况 美国利率的情况, 在昨天出现了少少转变 会否有一个转变, 大家要观察 为何会有少少转变呢 其实主义就是昨天, 鲍威尔, 即是联储局主席 出来讲话, 他就着货币政策 有些看法, 是令市场对之前大家说的 很厉害的减息预期, 有所降温 鲍威尔说的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 他就重新示出 联储局不会对单一数据, 以至市场的情绪 作出过度反映, 这是正常的讲法 另一方面, 他更加提到, 就是联储局 是不会受到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 这个通常就称之为我们的独立性 即是联储局的独立性 他说为何国会要赋予联储局的独立性 他认为, 如果货币政策是转向了 即是向政治压力服务的话 就会对经济有损害 突然间会说这些什么说话 就显然, 和昨天的节目提到 硬坎, 有几方面硬坎 其中硬坎, 就是特朗普硬坎鲍鲍鲍威尔 昨天节目提到, 鲍威尔挨打居多 昨天结果, 昨天结果, 鲍威尔反击 在说话上, 起码说话上就反击 提出联储局是独立的 不会受你政治压力的影响 一说完这句话之后 已经令市场人士 对未来七月减息的幅度有所降温 以至全年减息的次数都有所降温 之前乐观的估计去三次的全年 一般两至三次都是比较正常的看法 鲍威尔说完之后, 已经有所变化 加上鲍威尔说完之后 另一位都比较资深的联储局的成员 就是聖努逆斯地区行长的布拉德 布拉德都经常说话 媒介至金融界都非常熟悉 这位联储局地区行长 昨天说话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候是时候减息 只不过7月份 是不是要减到50点指呢 现在市场一般预期是50点指 他说是否要减到50点指呢 他就说不需要 7月份只要减25点指 现在保险性的减息已经足够了 布拉德刚才说过 一方面大家很熟悉 资深的 另一方面 就是他被视为联储局里面最大的甲 即是最支持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位 现在连最大的甲都说 7月份不用减到50点指那麽多 说完之后更加强化市场人士 对7月份不用减到50点指那麽多 以至全年未必需要减到三次那麽多 这个看法 所以一出完之后 市场人士的减息预期就降温了 看到了 美汇就立即有反应了 昨晚已经曾经一度跌穿96点水平 考验了之前的低位 就是之前的前浪底 听完两位人说完之后 就弹回来了 从上96点水平 出现一个小羊竹 长手长脚 接着今天就再稍稍上升 最新是暴露96.214 显示市场人士减息预期是降温 之前美汇一直跌下去 现在出现了反弹 货币政策有变 所以今天香港的涉口敏感股 地产股普遍偏远 此所以刚才提到 今天地产股跌1% 都是正常 其中新地跌1.7% 这是外围的杀机之一 第二杀机是来自什么呢 就是来自美股的走势 美股受到联署局主席 以至对行长的表态 出现了明显的回套 普遍接近1%的跌幅 其中纳斯打跌至1.5% 穿上升轨 在50天线受到考验 标普500指数都是穿上升轨 走势是弱的 而且走势转弱的可能性增大 更加有些情况出现 大家要留意 第一方面市场人士对美股的盈利 仍然觉得是淡淡的 其实今年第一、二季 美股的盈利已经出现倒退 现在估计第三季都可能继续出现倒退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 也是2016年以来 首次出现连续三季盈利倒退 毕竟现在美股的市盈率 估值都不算便宜 如果连续三季出现盈利倒退 对美股的走势肯定是有些影响 这是其一 其二,近日即使在昨天标普、道指 以及纳指大幅下跌之前 市场人士已经指出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 杜瓊斯运输指数出现明显的向下走势 已经由高位跌了1成2 一般是杜瓊斯运输指数 是杜瓊斯的确认指标 即是杜瓊斯的平均指数升 要杜瓊斯运输指数跟着升 才是确认道指的升势 现在反过来走 是大家第一个警号 第二个警号就是 罗素指数 罗素2000指数 都是由高位 即是去年8月高位跌了1成2又多 这反映市场人士有点担心 因为罗素指数是内地 即是美国本土经济为主的股份 他这样向下走 反映市场人士可能担心 所以美国本土经济是一样的 这反过来 也对三大指数有不利的影响 所以美股三大指数 在杜瓊斯运输指数不配合 罗素2000指数又不配合 是隐忧重重的 加上看到特别是纳指走势 刚才说的上升跪不保 以至之前已经穿不到顶 没有办法跟杜瓊一起穿顶 走势已经弱点了 现在再一个大阴烛跌下去 整个药走势是弱的 可以为暗藏杀机 那情况之下 恒生指数有可能受到拖累 大家要留意着重要支持位 看看能否守得住 其一就是紫色箭嘴指住的前浪顶 大概是27850点左右 以至上升烈口底部的支持 顶部已经穿过少少了 底部支持能否守得住 都是后市的关键 时间关係 金副息大致这麽多 多谢大家